将养男人这件蠢事当成真爱 是他这辈子犯下的最致命的错 每次男友发泄完 只需要做点简单到纯属应付的饭 就能让他喜笑颜开 不计前嫌 这该是有多恋爱恼 九美是一家上市公司的正式员工 大公司给了他体面和收入 也给了他无法满足的虚荣 每季限定款的衣服一定要买 为的就是和同事碰面时 那一句直戳人心的夸赞 每晚暗示回家 在那个凌乱不堪的公寓里 听着一心想做平面模特的男友见解 说一些荒谬的言论 张口就是三万 九美果然是在支柱 遥不可及的梦想 人家拿上钱就走 只剩下他看着所剩无几的钱包 没钱应该怎么办呢 他想到的办法是找高利贷 丑导这种专业借款的行家 最喜欢这种容貌 身材俱佳的年轻姑娘来借钱 所以直接给了他二十万 他根本不怕九美还不上 因为他有的是办法 让这种女孩还钱 比如左边这个女孩 就是欠了丑导的钱 才被送到了风俗店挣钱还债 再比如这位大姐 他如今还欠丑导六千日元 所以丑导就让他到大街上乞讨 如果钱得到的太容易 人就会不由自主的上瘾 所以九美还没还上到二十万 就又来借走了一百八十万 因为公司的同事 邀请他去巴厘岛 无论是为了所谓的职场关系 还是为了面子 他都必须打肿脸充胖子 直到他第三次 去找丑导借钱时 丑导才决定收起这张欲望之王 此时他的男友见解 还在自命不凡地认为 自己总有一天 会成为名震全国的时尚教主 随后又告诉 跟他一样无所事事的小伙伴 他为什么不做靠女人赚钱的牛郎啊 因为他也是丑导的客户之一 欠下拒债不想还 被丑导一顿收拾后 这才躲到了九美那里 随后他就来找九美了 只要见到他 九美就会有一种小满足 哪怕他只是把自己当成提款机 今天来借个11万日元的午餐费 当然每次借完他都会来点小情话 只是九美并不知道的是 拿上钱的渐渐扭头就去潇洒了 但九美更不知道的是 丑导会公然来公司找他要债 约定的利息还款日 现在还欠5000日元 于是九美只能来到马路上 放下曾经一直放不下的面子 向过往的陌生人乞讨 如果这次的屈辱能让九美清醒一点 那么一切就是值得的 换衣监里 三个同事正说要把去巴厘岛的钱 打给旅行社 他赶忙说了一句 但大家根本没注意到他 他只好提高音量 没钱也借不到钱 他只能选择不去 财务的同事突然告诉他 半年的交付贴费下来 共计六万一千日元 他像是一下抓住了救命稻草 此时之前的三个同事正好录 他本想上前说些什么 但人家根本没正眼看他 随后他就拿着钱来到了品牌店 挑衣服时恰好看到了一个人 这个女人叫千秋 是仇岛钱不九招的员工 他想劝九美迷途知返 但九美又怎么听得进去呢 うるさいな 自分へのご褒美よ 毎日借金に追われて これぐらいの楽しみなきゃ やってらんないわよ あった 自分の立場本当に分かってる 分かってるわよ なんとかするわよ 体打ったりしなくったって なんとかなるよね あんたの会社のやつがひどすぎよ 同じ女だったら 分かってくれるよね 健康だけは気をつけて そして 自分を見失わないで 私は 昔に見失わったから 每个来風俗店上班的新人 都需要拍一组美艳的写真 九美中究是走上了 这条下海赚钱的不归路 因为他的男友在打完他后 很是温柔地告诉过他 元気出世よ 俺 お前だけが頼りなんだ 自己本身就欠了200万 而他的男友又欠了285万 再加上高利贷的利息 本来就高得离谱 所以他只能在老板的注视下 自作孽地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他天真的以为自己只是兼职做封锁你 等还清债就立马辞职 殊不知迎接他的将是一个很难摆脱的深刻 仇导告诉他一个血淋淋的现实 在这个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的世界里 久美是丑岛的小虾米 而这个阴气沉沉的大佬 则是专吃丑岛这条小鱼的大鱼 他必须尽快把借大佬的钱连本带利的还回去 所以他得拼命和小虾米们要钱 在他们的世界里 可怜或者同情是没有任何用的 久美最悲哀的是 当他在辛辛苦苦赚钱时 他的男友见解却还在外面做梦 等所谓的时尚街拍搞完后 摄影师给他提了一个小建议 那就是把那双不能见人的血换了吧 他当然知道 甚至已经看好了心血 只不过这双限量款需要13万 虽然根本买不起 但他是有女人的软饭男啊 今天照常来上班的久美 发现了一件足以毁了他的事 而这个发送邮件的人正是久美的同事 因为那天久美去上班时 正好被路过的他看到了 这就是赤裸裸的人性 每十天就要先还利息二十万 那么本金二百万什么时候才能还清呢 此时仇导又抛出了一个诱饵 也就是真正的卖身赚钱 收完久美的利息 就该收他男友见解的利息了 所以得知久美只有这么一点前世 见解非常愤怒 等打完又做了一顿潦草的饭 久美又再一次原谅了他 随后渐渐拿出了那双买不起的鞋 说了一些暗示很明显的话 其实最后一句才是重点 所以这就让久美在工作室 碰到那些想进一步发展的客户 看到客户的那一打钱时 彻底心动了 而心动的代价就是 他被风俗店的老板开除了 接着他只能去找仇导 这就是金钱陷阱 无穷无尽 越陷越深 但即便他这样遭见自己 也换不来男友见解的丁顶关爱 约定的还款日一断 见解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着急的四处借钱 这时丑导的小弟已经找上了他 丑导并不怕卷小子玩不上钱 因为人家有的是方法用他赚钱 不过这次丑导给了间接两个选择 深夜回到家 久美已经等他等到睡着了 这时他突然发现了桌上的礼物 上面有一张贺卡 盒子里是那双他曾经提过的限量版潮鞋 也许在这一刻 他才真正知道了久美对他的爱 最终他做出了选择 最终他放过了痴情的久美 和久美的痴情恰恰相反 瑞树是那种能榨干男人所有钱财的精明女 一个特别会讨男人欢心的封锁女 短短五年之内能赚多少钱呢 瑞树除了还清债务外还攒了两千多万 他之所以能赚这么多钱 是因为他有一个非常极端的认知 这种认知告诉他 只有服务时足够的用心 足够的耐心 足够的贴心 客户才会甘心做自己的提款机 比如这个被他征服的宅男小胖 小胖不仅是瑞树的超级常客 而且每年都会给他过生日 从相貌来看 小胖在生活中应该是个存在感很低的人 因此瑞树的关爱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但即便他的服务意识高 碰到小胖这种也会有点小嫌弃 好在小胖每次奉献的费用 能让他找回些许平衡感 看着所剩无几的存款 工薪阶层的小胖泛起了难 从画面来看 李屋似乎还有个年迈的老父亲 第二天小胖找到了丑导 结合小胖的收入 初次借款丑导只给了他五万 但也足够他见瑞树一次了 只不过他这次提出了非分之想 于是一个看似无意实则有心的陷阱 就这样种在了小胖的心田 好在瑞树懂得见好救生 便当不够热 想让左也再热一下 但客户并不有好的态度 让他很是不舒服 他猛地关上了微波炉 客户一看当即抱起了粗口 而此时极度自卑的他也陷入了愤怒中 他也是瑞树的常客之一 在外面不被尊重 所以来找风俗女发泄 瑞树问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结果 这番话让他一下泄了起 有些男人就像长不大的孩子 而瑞树恰好很懂这些孩子的需求 当然延长套餐才是重点 但无语的是 没过几天 他又给瑞树发了一些极为自恋的信息 却调室 美月 publications 我真的不知道 389元 超激烈 激烈 我送你了 誰 隣的中学人 那一人 389元 31歳になる我が 中学生に敬語 千円からお預かりします 人生は死亡辛いぜ でも リアルに生きてれば きっといいことあるぜ 今を見つめて生きろ 瑞希 イエス 本当の俺は 最高にいい奴 お前だけが 俺のことを わかってくれる 对于这种自我陶醉心 瑞希只想说 サノみたいな奴は 自分がイケてると思い込んでるから 立ちが悪い それに私が女で風俗状だから 自分より下に見てるんだろうけど お前は どんな奴隷があるんだろう いかんいかん ストレスで老化が早まる 即便老父親卧床不起 小胖 小胖 也只想见瑞希 但瑞希 是那种不花钱 就能见到的人吗 瑞希とは お店を通さなきゃ 会えないんだよ わかってくれるよね 但小胖的 钱只剩那么点了 他还得给老父亲 看病 觉察到小胖 已经山穷水尽后 瑞希 便立马告诉店长 这边刚说完 小胖 就拿着最后的钱 来到了店里 他迫不及待地想见瑞希 只是追债的丑导也来 在瑞希的心中 自我陶醉型的左眼 和小胖这种 没出息的宅男 都是很好掌控的类型 不像那个时候 碰见的找田 一旦沾上 就很难摆脱 虽然风俗女 可以用恋爱式的贴心服务 让男人心甘情愿地 做自己的踢款机 但有时也会碰到 一些甩不掉的客户 比如这个叫找田的男人 当年瑞希就是 服务得太好太贴心 才让他有了一种 非瑞希不取的错觉 所以瑞希才换了地方 来到了如今的风俗店上班 只是他并不知道的事 此时的找田 也来到了这座城市 目前是一名工人 但国全靠工友帮扶 不知是偷懒 还是真的没力气 不过每次休息喝水时 他总是反应最快的那一名 工友说工头 就是个不懂体谅别人的闯户 想以此来安慰他 但他并没有领情 看来工友并不知道 找田是个容易走极端的男人 这晚神色慌张的瑞希 似乎总感觉后面有人跟着他 但又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人 而就在他转身走向公寓时 找田突然出现了 看着瑞希离去的背影 他不由地说道 第二天瑞树正在家里干饭 这时突然门铃响了 原来是快递小哥 看上面的标注 应该是店里送来的中元节礼品 但怎么会在这个时候送呢 带着疑惑他打开了盒子 结果发现里面是一堆用过的卫生纸 答案就在那张纸条上 原来是那个阴魂不散的男人 这时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自己的门好像没锁好 他赶忙跑了过去 感觉不错 感觉不错 痛 感觉不错 你为什么我们的感觉不忌不槽 我人为什么那么疑不忌不忌不单 突然说哪个人 怎么我一直做呢 如果不是邻居大妈及时出现 她这次怕是要遭殃 但即便如今脱离险境 她也不敢再住下去 所以当晚她就来到了店里暂住 随后又赶忙换了店换了公寓 之前店里的同事 其实并不认同瑞述这种欺诈感情的营业方式 此时的瑞述可能还不知道 找田就在他们隔壁 恰好丑导一行人也来了这家店 瑞述也是丑导的客户之一 一时之间餐厅的氛围 似乎充满了危险的味道 饭吃到一半 毫不知情的瑞述要去卫生间 而林州的找田竟然已经提前离开了 劝着瑞述毫无防备 找田轻而易举的就挟持了她 这是千秋正好听见了喊叫声 瑞述毫无防备 接着丑导也来了 找田一看丑导想管这件事 醋意瞬间便涌上了心头 好在随后丑导的话 精准地命中了她那颗扭曲之心 话说到这个份上 丑导赶忙提醒她把刀放下 她这才扔掉了那把象征着执念的工具刀 不过丑导还是想让她长点记性 存够三千万 瑞述就计划不干风俗女这行了 她将存折放到了街边的储物柜里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下一集就要来了 这是男人第一次来风俗店 她的诉求非常简单 那就是和女孩谈谈心 谈到一半又觉得很压抑 于是便将领带弄到了头上 女孩的话让她一下意识到 她觉得自己很可怜 但随后女孩的贴心按摩 笑颜如花的可爱样子 又让她一下感觉幸福满满 她为什么会下意识地讨好风俗女呢 因为一名身不由己的职场人 早就把察言观色 讨好他人 才能换来自己生存发展的法则 深刻于心 小哭是一名医疗器械推销员 一旦没有业绩 就会遭到上司的严厉指责 隐忍是她必须掌握的生存技能 即便有万般委屈 她也只能找发小倾诉 于是两人便来到了这个小排档 情绪低落的小哭不禁怀疑起了工作的意义 每天上班加班 千篇一律 她根本找不到生活的意义 与小哭的苦大仇深恰恰相反 板桥是那种及时行乐的性子 她提议两人今晚去放纵一次 没钱不要紧 她可以先和仇导借十万高利贷 对于板桥这种贪图享乐的人而言 高利贷就像毒品 一碰就会上瘾 小心翼翼地端着咖啡在人群中穿梭 还必须保持较快的速度 因为一旦迟到 这单生意就彻底黄了 你遅いんだよ 对不起 对不起 你们たちはすいませんで済むかもしれないけどね 患者の命を預かっている僕らは 一分一秒が大事なんだよ 分かる 今度の日を引っ越してるんだけどさ もちろん お手伝い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それもいいや 这边刚受完气 转头就又得面对上司的指责 甚至侮辱 笑って 住まよ 即便在愤怒 也得忍住 这就是冷冰冰的现实 于是他又找了板桥深夜买醉 板桥还是一副轻松快乐的样子 他告诉小哭人生就应该及时醒了 却根本不知道小哭此时的想法 なんでこいつ楽しそうなんだ 俺より 何もかもを取っているのに 俺よりもダメで 苦しんでるやつを見て 安心したいのに 但小哭没想到的是 板桥这次竟然跟他借起了钱 张口就是五万 甚至不惜求他 小哭给了他三万 他連忙给了丑导 但还差两万的利息 无奈之下他只能再去求小哭 小哭看了看丑导 那种凶狠的样子 让他一下意识到 如果他一旦不帮板桥还了利息 那么板桥极有可能遭殃 于是他挪用了下午刚收的公款 只是救急不救穷 有些人只要你帮他一次 他就会彻底缠上你 所以每当小哭受气后 就会找板桥发牢骚 板桥每次都会倾听 因为他每次都会借点钱 百青哥是一种赌博游戏机 这次兄弟俩很走运地赚了一大笔 按照板桥的性子 有钱他就会出去潇洒 只是晚上回到那个乱糟糟的出租房里时 房东停电的现实又告诉他 你已经玩不起了 高利贷轻松来钱的快感 让他变得懒惰颓废 即便是同事也看不起他 欠的高利贷还不上 于是又想靠赌博赢回输掉的人生 结果输得分文不剩 签下的高利贷力滚力滚成了50万 他根本还不起 于是仇导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何的事 銀行から金借りるんですか お前が独立して起業するってことにして 銀行に融資させるわけ 400万ぐらいは引っ張れる でも これって返さないとダメですよね 最初に3回だけ返済しろ 3回だけ? ああ、あとは飛んじまえ 3回くらい払えば騙すつもりはなかった 最初は払う意思があったってことになるだろ いや、無理です なんか壞ですよ そんなの お前もうちに50万借金あるよな はい お前有料顧客だから 利息は10日で1万だ 10日ごとに5万の印象は大変だろ はい 気が気じゃありません 400万あれば楽になるんじゃないか 明日から考えておくよ 只是貸款需要担保了 他会不会拉小枯下水呢 看到嫂子去了里屋接電話 此時的他似乎动起了某种歪心思 恰好嫂子的儿子来找他玩 着急办事的他赶忙捂住孩子的嘴 知ってる 将孩子吓走後 他一脸冷漠地来到里屋 看到了嫂子存放存折 及其他重要物品的地方 接着他又赶忙返回座位 这时電話又打了过来 于是他便趁着嫂子接电话的间隙 偷偷溜进里屋 迅速打开抽屉 将存折证件这些东西全部拿走了 然后再急忙装进口袋 返回座位 嫂子这时恰好接完电话 时间卡得刚刚好 好到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那么男人为什么要偷发小的存折证件呢 难道这只是一期简单的偷到案件吗 板桥是那种典型的认清现实后 果断选择逃避的男人 工作上的重大打击 让他看清了人性也放弃了自己 借钱虚度光阴 便命运50万高利贷还不上 但也不敢听丑导的建议 干欺骗银行的勾搭 于是这晚他来到了发小小哭的家里 买了嫂子喜欢吃的罐头 嫂子很高兴 但小哭却很不爽 喝酒喝到半夜都不肯走 直到小哭外出买酒 他才表明了自己的真实目的 这五万一拿 两人多年的感情也就算走到了尽头 同时这也深深地刺激了板桥 此刻的他扭曲地认为 小哭是收获了五万块钱的优越感 而他则是有了五万块钱给予的自卑 所以他最终答应了丑导的提议 从借贷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而且将贷款的连贷担保人写成了小哭 这份文件还需要小步 这份文件还需要小步 本人到银行签字画押 小哭肯定不会去 所以仇导告诉他 只需要走走行事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他只要找个和小哭长相差不多的人 再拿到小哭的身份证或者驾驶证 那么就能和银行里仇导安排的人 来个里应外合 完成这一场四百万的诈骗 于是便有了开头 他到小哭家偷东西的那一段 而嫂子来回两次去接电话 也是他和银行串通好了 只不过被金钱彻底迷住双眼的他 不仅拿走了小哭的证件 而且把小哭家里的存折银行卡也全拿走了 而眼前这个人正是用来假扮小哭的 与此同时 他还套走了卡里的钱 于是第二天 不知道真相的妻子便质问起了小哭 新冠生的券96万も買ってどういうこと啊 拿到钱的板桥正在算一笔账 看来板桥是彻底迷失了 而另一边还被蒙在鼓里的小哭回到了家 但家里只剩了一张纸条 喝得林丁大醉瘫在街头 最怕碰到的就是那些猥琐的男人 如果不是同事恰好感到 还真不知道男人会做出什么事 同事说这样会被别人看到 但喝醉的信奈根本不在意 起初他是以玩票兴致进入风俗夜的 结果却完全陷了进去 可怕的是 风俗夜让他越来越麻木 麻木到根本没有任何人生规划 他虽然明白干风俗女是为了赚钱 但却没有存够钱想做的事 两个月前和男友分了手 现在的他好像除了钱一无所有 但好巧不巧的是 这晚回家的他碰见了来找他的前男友 前男友的出现 让许久不见的开心回到了他身边 这时男孩说要和他复合 因为 信奈很是感动 但在结账时男孩却说 对于男孩而言 离开信奈确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因为他的钱包总是空空如矣 至此之后 信奈像是变了个人 对工作对客户充满了热情 空闲时间就和男友腻在一起 但男友却只想借点饭解 看来所谓的男友 如今已经成了他生活的全部意义 但好在他最终清醒过来 和信奈恋恰恰相反 全放到了街边的储物柜 他以为这是万无一失的办法 信奉是同样是个有目标的女人 他干风俗业就是为了养男友 准确说就是养牛郎 此时瑞树忍不住告诉他 只是泼冷水的话向来不中听 这时店员让他去办入射手续 而他前脚刚走 那位同事就进了他的房间 一阵翻箱倒柜后 在叠方的浴巾里 发现了储物柜的钥匙 所以当瑞树再去存钱时 储物柜已是分文不剩 整整2980万 如今全部落到了同事的手中 金钱是人们获得自由的翅膀 而为了得到这双翅膀 人与人之间是可以轻易地互相背叛的 于是人们又失去了心灵的自由 失魂落魄地他走在大街上 正好碰到了丑岛和千秋 第二天瑞树就来到了丑岛这里 不过他不是来借高利贷的 而是要做一笔交易 被发小板桥坑害而失去一切的小哭 如今只能靠安眠要入睡 而拿到银行的贷款 就想逃之夭夭的板击 如今被放贷的人抓了起来 如果他想安然无事 那么就必须答应老板再干一单诈骗 但他已经不是医疗器械公司的职员了 这时丑岛告诉他 因开车瞌睡将女孩撞得不省人事后 出租车司机想到的竟然是肇事逃逸 他看女孩打扮得花枝招展 便认定女孩是做特殊服务的风俗乳 看了看周遭 他发现四下无人 于是便把女孩藏进了后备箱 他觉得这种风俗乳 就算死了一两个也不会有人在意的 接下来他要把女孩扔到长野的深山里 车上装了GPS定位 所以他得伪造出去送客的假象 但自己根本没钱 那车费该怎么办呢 他翻起了女孩的包包 发现钱包里只有区区七千日元 这点钱根本到不了长野 这时他想起了放贷的仇导 而就在他将钱包放回时 忽然听见了女孩的手机在行 打开一看竟然是一个奇怪的表情 难道是道上的某种暗号吗 他真怕女孩有什么背景 但紧接着他又在包里发现了一个信封 里面竟然是一达现金 足足有三百万 他高兴极了 这可是他开车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了 只是这时他又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随身带这么多钱的女人 会是一个简单的普通人吗 按照约定他来到了仇导这里 但他不是来借钱的 而是来还之前借下的十五万贷款的 仇导有点不解 他赶忙解释说 自己今天辞去了出租车司机的工作 所以突然拿到了退休金 仇导听完道也没多想 不过却让他开车送自己一程 他当然不想也不能送 只是一般人是不敢拒绝仇导 不巧的是 女孩的手机这时突然想得不停 他赶忙谎称是女乘客落下了 却不料仇导接了起来 妈妈 もう電車乗ったの 帰りなんていないの おばば 俺も作ってくれるって 妈妈 いっぱい食べようね 誰 あれ 妈妈は あれ あれ 心虚的他坐立难安 而仇导这时发现了之前那个表情 原来这是小孩子给妈妈发的 他不会打字 所以用表情来告诉妈妈自己的心情 车到战后 司机以为这场极其折磨人的宰特之行 终于要结束了 却没曾想丑导突然说道 最终丑导还是本着不多管闲事的院子 放过了被金钱蒙蔽双眼的司机 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还是打开了女人的手机 おばば オババ やっとカツヤの手術費300万円 たまりました 来月からスーパーのレジの仕事 我看见了 カツヤを迎えに行きます 今までありがとう 本桥如果不想被丑导卖掉 就只能让小枯再帮他一次 而这个忙偏偏又是坑害小枯的 丑导告诉过他 想活命就必须让小枯借着工作之便 帮他做上集提到的空头支票诈骗 为了活下去 他决定约小枯出来谈 千秋认为小枯肯定会来 见惯人性之恶的丑导认为小枯没有理由来 而当他们带着板桥到了约定的地方后 小枯终究还是来了 板桥根本没有想到小枯还会再见他 小枯 なんてきた お前が呼んだろ 板橋 そっか そっか 小枯 小枯 小枯将他学生时代的照片给了他 那代表的是他们共同走过的青春 和曾经拥有梦想的自己 最终板桥被有情感化 在迷途中找回了自己 板桥 板桥 お前変だぞ 本当に大丈夫なのか 在即将被卖到博外时 老板问他 本当にいいんだな板桥 随后丑倒一行人也找到了偷瑞树存折的二人组 因金钱而在一起的两人 最终也因为金钱互不相让 而那个被金钱蒙蔽双眼的司机 最终被轻轻感化决定去自首 但就在他打开后备箱时 这些人也知道 我身体在一起的 不算数字幕 越过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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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活得了 你 我活得了 好